餐厅老板每天都会收到一张铭币 起初他以为是客人恶搞没在意 后来终于忍无可忍 决定自己亲自去汇汇这个唯一点外卖的客人 您好 您的外卖 客人没让他进去只说放门口就好 里面传来打麻将的声音 不一会儿门开了个缝 递出来一张百元大钞 老板仔细检查了一番确实没问题 但他还是特意把这张钱单独放起来 结果等到他晚上回去数钱的时候 发现那张百元大钞又变成了铭币 老板越想越觉得诡异 于是报了警 次日一早警察就找上了门 老板亲自带着他们去了那里 结果门一打开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嗜臭味 里面有四个人趴在麻将桌上 分明是死了很久的样子 可奇怪的是据邻居们描述 他们完全没闻到过嗜臭味 还一直能听见里面打麻将的声音 尤其是晚上动静会更大 然而更诡异的是在后面 法医确定四名死者的死亡时间超过一周 但在四名死者的胃中却发现 有消化水平不超过一到两天的食物 除此之外那几张铭币上不仅有老板和伙计的指纹 还有两名死者的指纹 如此推断出一个惊人的事实 虽然这四人死了 但他们仍然能点外卖吃东西 还能用铭币付钱 这死人乍世科学上无法解释 风水大师却讲得头头是道 出事的这栋房子门面朝东北 气冲鬼门关阴气极重 死者四人全都生于中原节 又死于中原节 因此死后魂不离体 还可以做着生前正在做的事情 然而是谁组织了这一事件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案件的突破点在房东达叔身上 因为警察在地下室发现了一个棺材 里面有一具美人尸体 旁边还供奉着一个灵台 达叔被带去了警察局询问 面对摆在面前的证据和警察的逼问 达叔终于将事情真相说了出来 1980年达叔带着老婆孩子 来到这里做生意 他们一眼就看中了这座老宅 很快便在这里住了下来 邪门的是自从他们搬进这里以后 他的生意一落千丈做什么都做不成 因此每天借酒交仇 还迷上了喝酒打牌 妻子几次三番劝他重新振作 可换来的却是他的殴打和辱骂 最后欲结于心想不开自尽了 达叔这才幡然醒悟可是为时已晚 这时一个倒是突然找上了门 告诉他有办法可以救活他的妻子 不过得付出一些代价 达叔就妻心切立马答应了 倒是给了他一个小本本 上面是一些收集英气的方法 每年中原节节前 鬼门大开英气四散 是最好收集英气的时候 达叔需要找到四个集英之人 住到现在这个房子里面 趁机夺取他们性命积攒英气 而他的妻子也需要在中原节这天 躺回棺材里十天吸收英气 维持一整年的生机 这些年达叔和儿子 就一直待在餐馆里做服务员 他们从不告知外人他们的父子身份 也不说他们拥有一个老宅 他们假装是位生活所迫的可怜人 目的就是物色合适的客人 把他们引到屋外他张贴的租房广告上 以便宜低廉的价格吸引他们住进去 而复活的妻子就扮演着房东的角色 妻子穿着旗袍戴着墨镜 在这一半辆一半暗的屋子里 接待着来租房的客人 他的招租要求很简单 就是让每个人填一张个人资料表 一定得写上他们的英历生日 租客们的身份千差万别 有的是刚入社会的职场小白领 有的是中二叛逆的摇滚青年 有的是高富帅高智商男精英 还有的是学生党大四女实习生 不过他们被警告 大门上的福祉不许债 房子里怪的装饰品不准动 尤其是楼下的存藏室不准进 虽然他们都觉得 这个房子和房东有点古怪 但谁让这房子不错价钱也便宜 很快他们就陆续搬了进来 因为老宅和达叔工作的餐馆离得很近 所以租客们经常去那吃饭 达叔也故意借这种机会跟他们套进口 还给了他们订餐电话说 可以送餐上门 就这样达叔找来了一批又一批房客 源源不断地给妻子补充殷勤 今年马上又要到中元节 达叔像往年一样找齐了四个租客 不过还有一个迟迟没到 这天是他们三人聚在一起吃了顿饭 还是达叔去送的餐 原本一切都和和美美的 结果晚上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女实习生听到楼下有动静 她小心翼翼地下去查看 找到了发出声音的房间推门一看 一张惨白的女脸出现在眼前 吓得她尖叫声不断 把整栋楼的人都吵醒了 其他租客急忙下楼查看情况 结果他们过来一看 那张惨白的女脸再次出现 此时他们只有一个疑问 这个房子不会真的闹鬼吧 不过一切都是虚惊一场 这个女鬼其实是第四个租客 她因为有试晚来了几天 刚刚是没找到灯的开关 所以才造成了这种误会 不过闹了这么一遭以后 四人的感情逐渐好了起来 经常凑在一起吃饭玩乐 这天几人凑在一起打麻将 都是年轻人荷尔蒙旺盛 提出输的人要脱衣服 很快摇滚男就脱得只剩了一件 有人突然发现他腿上有颗质 接着其他三人也纷纷表示自己也有 有的是以前长的 有的是搬来这里之后长的 大家没觉得奇怪 反而认为是他们四个人有缘分 完额了他们就打电话给达叔订餐 达叔没一会儿就送了过来 看着他们相处的其乐隆隆达叔十分满意 他故意盯着楼下的储藏室看了一眼 有人发现他的异常举动 达叔立马解释说是想帮他们把垃圾丢掉 然后就那些垃圾走了 他这一眼也成功勾起了人内心本能的好奇 四人在租房的那一天就被警告 不准去楼下的储藏室 但越是不允许就让人越想去看 这天晚上四人凑到一起准备下楼去看看 他们抱成一团 打着手电筒小心翼下楼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钥匙 当得一声锁开了 进去一看 屋子里散发着红光 有一张诡异的灵台 墙上挂着一整副刀具 还有一张全家福 这里虽然看着吓人 却真没什么吓人的东西 所以他们放下了心中那份好奇 继续和之前一样玩耍打闹 中元节前三天 女士习生突然说他有个好消息 他成功转阵了 大家都对他表示了恭喜 接着四人商量着要一起吃个饭 在讨论约饭时间的时候 女士习生说中元节那天是他生日 其他三人也表示 都是他们都是那天生日 这下他们觉得更有缘分了 于是他们去了达叔工作的餐馆 决定今天先吃一顿 到了中元节那天大家再庆祝一番 达叔看着他们感情这么好 其实还有点于心不忍 但为了救活妻子 他只能牺牲他们 中元节当晚 人们纷纷在门口上香烧纸钱 慰问死去的灵魂气氛十分沉重 此时达叔的几个房客 正在庆祝生日 嘻嘻哈哈地十分热闹 浑然不知危险地到来 达叔事先在啤酒里下药 然后以过节为由把啤酒送给他们喝 为的就是利用他们这些 极英之人的殷勤 来复活他去世的妻子 虽然有一人没回来 但达叔等不及了直接点燃木炭 然后用布袋和浇水把窗户封死 坐等他们几人中毒窒息而亡 就在达叔的计划要成功的时候 少得那个威猛男房客回来了 他路过餐馆的时候 准备打包些吃的回去 和其他房客一起吃 点餐的时候意外发现了 达叔那本收集英气方法的本子 看到说要用极英之人的性命 让死人复活时 突然明白他们被设计了 于是急忙赶回去 疯狂摇动三人试图 把晕过去的他们叫醒 但他们吃了药又中了毒 丝毫没有反应 这时达叔回来了拿起斧头 要把他敲晕 却打不过威猛男还被反打 关键时刻达叔的儿子 赶到救了达叔 接下来他按照原定计划 把四人放置木炭屋里等他们死亡 达叔和儿子来到储藏室上香 请求上天显灵 他们收集英气这么多年 终于到了复活妻子的关键 这次仍然需要十天时间 但到了第五天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死去的四人突然又活了过来 重复做着之前的事情 好像是要把这个生日过完一半 依旧打着麻将喝着酒点着餐 也因此被餐馆老板发现异常报了警 达叔也被抓了起来 他在审讯时忏悔自己的过错 不该为了弥补自己当年辜负妻子 伤害这么多人让妻子复活 但其实到最后他的妻子也没有复活 他被骗了 骗他的人是老宅的第一任主人贵娘 他是一名青楼铭记 弹得一首好琵琶却只为知己而谈 后来遇上了他的真命天子 他义无反顾和他私定终身 被名媒正娶为当家主母 可惜好景不长 婚后一个月公子突发恶极重病而死 贵娘接受不了不愿将他下葬 甚至搜寻各种邪术秘法复活他 最终找到了这个聚集英气的宅子 网楼无数吉英之人来这里 为他的夫君滋养魂魄 他因为过度操劳一夜白头 更是不能出门见阳光 因此只能找一个一个工具人 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为他卖命 达叔就是其中之一 他终究还是没能复活妻子 也成了别人的帮凶 而贵娘失去了达叔以后 孤独地弹奏着琵琶 等待着下一场好戏的开启 电影鬼定餐其实是改编字 在1989年香港新界朝永记茶餐厅 工作人员真实地发生了鬼点餐事件 当时的新闻媒体全都有报道 警察局里也有此事件的存档 被誉为唯一被官方承认的灵异事件 现实中他被定为悬案至今没有谜底 电影用贵娘的故事补全了这个故事 以爱为名设下一场阴谋 假借他人之手谱写恐怖传说 在恐怖的故事背后也会隐藏深情 因为爱让人不惧生死 更不怕鬼神 最忧虑的不过是再次失去所爱之人